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美南国际电视特评 随着世界范围内疫情的蔓延 美南报业电视集团发行人李卫华先生 在疫情期间开辟了疫情日记专栏 让更多的观众了解疫情对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冲击和影响 我们来看下面的特评 德州休敦地方五个区的区长日前投书休敦记事报向市民阐述 在新冠疫情时期我们如何帮助市政府为市民服务 投书中指出各区市民有感于市政府的服务不足 各区在商家的共同支持下 在加强警力整顿市容增加市民服务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过去两个月来筹措捐款近300万元 支援医护人员捐赠各种医疗用品 为贫困儿童购买平板电脑 送午餐给前线的救灾人员 举办各种联邦贷款的奖座 这些服务都让市民得到及时的援助 文中提到华裔亚裔群居的西南区和国际区 更是积极动员加入救灾行列 市长特纳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警告 因为市政税收的锐减 下年度市政预算将大大削减 其中包括基本的救火警察等服务 目前全国各地已经重启商业活动 遗憾的是我们还未见到疫情能全面掌控 病毒仍然不断的传播 失业人口造成的社会动荡不安 近来在米尼苏达州警察暴力事件 已经在三大城市发生骚乱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可不慎 新冠疫情开始蔓延至今已经有近三个月 我们要特别感激 在各个岗位上日夜奋战的全美各地的工作伙伴 过去90天来 我们各地的报纸出版从未停止 我们的网站天天更新 我们的电视节目每天照常播出 在编辑台上及播音室的同仁 每天必须上班 深夜里在印报厂的印刷同仁 仍然每天要开动机器把报纸送到读者的手中 在此艰难时刻面对社会和国家的付托 我们感到无比的骄傲 我们在全美的工作团队的贡献将会载入历史的篇章 我们是当之无愧的 正如第26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言 我们当尽所能贡献社会